現在的人是很奇怪 竟然常常看到 親手聴到竟然是放棄到棟棚 中華館內籍正在面前有一千多公圈 是國內第五大內籍三地 其中台無分正在北國山賣 當年四季是內籍花開花幾個 為了提供婚人鄉內籍三業 婚人鄉田媽媽 古早家休安農長今年 就佩合農委會水土保持久 跟中華館政府基盤第二次內籍花開 要像鄉親共同欣賞內籍花大開時 很多香菜味的現況 我們的內籍花很漂亮 還放進去裡面都有味 就是要讓我們台灣全身的觀眾 知道說這個內籍花跟香針 都有那個味道 都在收 那些內籍花很影響 也很好吃 歡迎大家來看內籍花 先出來買的味道 六位 工廳來吃我們的內籍 因為我們芬圓是以荔枝為主的一個香 然後我們荔枝整個整片開滿的話 代表即將到來的荔枝 可口的荔枝即將到來 也很歡迎 喜歡吃荔枝的朋友 可以想到芬圓香 可以來芬圓香訂購 可以來我們農會詢問 可以跟我們的鄉民詢問荔枝 因為荔枝這個產業是非常的辛苦 農民一年才收一次 可是有時候因為天氣的關係 不一定有的收成 所以真的非常的可憐 也非常的辛苦 可是他們卻用很辛苦 很努力去種出非常好的品質 香甜可口的品質 來讓大家品嘗 因為他們是一整年的心血 都放在這裡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非常歡迎大家來芬圓香 吃荔枝 吃鳳梨 吃米粉 是我們芬圓三寶 還有我們芬圓的咖啡 也都非常的棒 農一會水土埔市局 南島分局分局中標示 水埔局長期推動農村再生結尾 這次配合哪一會子 讓大家可以來增加 提案農村的芬圓 分圓的德新社區 其實非常有特色 尤其在這個山上 它有一個很自然的一個環境 那它這裡有荔枝 荔枝樹下還有它的土雞 這樣這個環境也變成 它是一個有特色的農園 讓人家可以來做一個體驗 那這樣的一個農村環境 介紹給大家 那剛好在今天辦的是荔枝花節 哪一機會啊 荔枝花節現在正在開花 等到六月七月的時候它就會結果 那我們在六七月的時候 其實還會有個荔枝節 會歡迎更多人來到八卦山這邊 來做一個農村的體驗 那也可以帶動整個區域的一個經濟 這是我們在推動農村再生的時候 也讓所有的農村跟國人可以做一個農村很好的一個場所 現在當時荔枝花大區的時候 荔枝花也是重要的美觀點物 荔枝花比真受到消費者的歡迎 這次荔枝花這個結合農村體驗 讓大家了解到荔枝不是水果 也能帶動地圈的發展 新中華新聞 北邊靈魂橫 彩虹不得